台湾房市低迷有业者把一般商办改建成迷你仓库出租给人摆放私人的物品 这个里面呢它可以设定温度跟湿度而且呢还有两道关卡非常的隐秘 所以有人放的是重要的文件还有养酒精品包包啦限量球鞋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迷你仓库一瓶租金可不便宜 每一瓶月租金高达七千多元比台北101还要来的贵年营收高达四千万 打开两道门锁空间宽敞别以为是胶囊旅馆这是迷你仓库 这里面都是我最爱的东西里头不得了存放着几十瓶高级洋酒 最贵的就是这瓶六十年的路易十三要价十二万台币算一算一整柜就价值三十万元 另一头限量球鞋名牌包皮衣整齐摆放俨然小型精品店 球鞋放在家里会被偷或者是说可能在排到限量球鞋的时候 然后那个鞋子因为没有好好的保存 然后到时候就是整个粉掉 锁定金字塔顶端客户老板把仓库当精品店经营 不但有恒温设备还坐落在高级地段 每瓶月租金高达七千多元比曾经创下最贵租金的101大楼还要贵 我们现在出租率已经八到九成了 那有个别的店都是百分之百 基本上我们的获利是可以倍增的 因为正常你租一个空间的话它是平面的 那我们的迷你仓来讲我们一定是做立体的往上堆高 那以的面积来讲你就double起来了 砸六十万装潢把原本的商务大楼改造成一个个迷你仓库 一般商办租给公司行号顶多收四万元租金 迷你仓月租金可高达十七万元 一年营收高达四千万 垫付传统仓库印象 迷你仓在房市低迷的现在一军突起 三零新闻胡克强陈一宁台北报道